星期五 平安夜 我讲的那个信息 其实我没有 我觉得只不过是讲了一点皮毛而已 那个是很深 那个是可以讲很多关于神的荣耀 关于神就举一个例子 其实我最主要的一个经文文都没有读 那天晚上是在约翰福音的一章十四节 这个第一 一章一节的那边是谈到这个道成了肉身 这个一章十四节是谈到 它好像中文般般说 住在我们中间 但是这个原文这个字眼是非常非常奇妙 它是跟旧约圣经的帐目这个词语有关 所以呢 旧约这个帐目是一个名词 但是在新约就是它用的这个动词呢 是跟那个名词有关的 所以的意思就是说 它在我们当中建立它的帐目 那么旧约圣经这个帐目是什么呢 你们知道吗 或者说这个会幕 就是神的居所 神所同在的地方 所以我们也知道摩西要跟神相遇 他就跑到帐幕里面 或者说有一段时间到这个会幕 去跟神沟通 见面 然后神的荣耀 如果神的荣耀 现在以色列是在哪里 就在那个帐幕里面 或者那个会幕里面 所以旧约以色列是有这个荣耀在他们当中 就在这个帐幕里面 所以在新约圣经呢 圣经告诉我们说 神的荣耀 接着耶稣基督 接着这个道成肉身 已经公开的 直接的来到人间了 而且不只是给以色列人看 是给世人看 所以当圣经说 耶稣是成为世上的光 我给你在九月 以色列书42章 还有49章是谈到说 我让你成为世人的光 外邦人的光 甚至外邦人的救恩 是神的荣耀 是给世人看 凡有耳朵可听的就应当听 凡有眼睛可看就应当看 不是每个人看到神的荣耀 但是神愿意给所有人机会 你记得耶稣行神迹 有的人说 他搞写书 有的人说 这是神的荣耀 因此得救了 五旬节 圣灵教官 神的荣耀 大大的将行 有的人说 他们喝酒 灌满了酒 喝醉了 才讲这个方言 才有这些现象 别的人说 三千人知道 这是全能神的荣耀的彰显 归下信者 把罗到一副所 外邦人当中 神迹 其实各种各样 赶鬼 合成的人都一同来认罪悔改 但是有一部分的人 拜偶像的人 一生到他们的生意 他们就说 他来褻奴我们的神 他在讲灯 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就引起这个逼迫 一个波浪来 但是神的荣耀 这样行 给外邦人看 但是不是每个人会看的 不是每个人会看的 所以我们就是人 没有看到这个荣耀 不否认荣耀的存在 看到经历 体会荣耀的人 自己心里清楚 自己心里知道 全能神是真实的存在 天堂地狱是千真万缺的 别人会想 可能是到时候 我们也不知道 可能会 这个人是没有见过神的荣耀 这种人 还有商量的余地 他没有经历过神的荣耀 见过神荣耀的人 经历过神荣耀的人 他马上立刻就知道 就知道 这是千真万缺的 天堂是一定的 但是只有悔改的人 才能够进到那儿 只有圣洁的人 只有被耶稣基督的保险 被解禁的人 才能够进到天堂 他知道 他知道 他愿意死 为了证明这个事实 同样的 他一样知道 地狱是真的 是真的 这些人不悔改 不信耶稣 都要下地狱的 他不是要看书 他都知道了 你可以把一大堆的论点 要否认他的立场 他还是不理你 为什么 他见过神的荣耀 他心里非常清楚 非常确定 他知道 这个是事实 千年不变的 为什么 神的荣耀 神的彰显 神的仇在 神的灵 不只是一个表面的 一个冲动 一个感动 不 远超过那个 是进到人的骨子里面 是进到人的 甚至能够 能够 剖开人心思意念 甚至能够分开 这个叫骨髓 跟那个什么 那个西伯来书 谈到那个 骨和骨髓 好像 那是分不开的 对 灵和魂 也是分不开的 但是我所讲的 能够剖开这一切 刺透这一切 穿透这一切 对 这个就是神的荣耀 这个就是神的灵的能力 这个就是神的灵的大能 他能够做神经 神迹 其实 他本来就是超自然的 他本来就是神 当他将神他荣耀的时候 神迹必定发生 必定发生 人超自然的 必定改变 人的心思意念 一定被翻转 一瞬间 翻转 180度 翻转 因为神彰显 他的荣耀 他是有能力的神 他不是软弱的神 他是蛮有能力的 我们不用怀疑他 不用替他担心 不用怕他看你的荣耀 你的国度 你的教会 很多人不信 我们不用怕 我们的神是蛮有能力的 大有能力的 全能神 不怕全世界不相信他 他一瞬间 能够引起一个波浪 圣灵的一个波浪 是世上的一帮人的悔改 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当他将神 他的荣耀的时候 万国震动 他是高香化掉 像冰块一样的 像蜡烛一样的 融化掉 同样的 更何况 我们这个小小的 封闭的 无知的心灵 当他的荣耀接触 当他的荣耀进来 当他的荣耀彰显 他能够改变 更新 能够使这些突破改变 他能够积开 他能够积开人的心门 神的荣耀 掌声出来了 我相信 没有见过 没有体会过 没有经历过 神荣耀的 不叫信徒 不能真心 无法真心 他就能够 接受一些事实 关于神 关于圣经 关于救恩 接受事实 不叫信 不符合圣经 对信的定义 不符合圣经 对重生的定义 你接受某件事情 是一个事实 那个不等于什么 在圣经里面 当然那个是一个初步 但是并不是一个信徒 所以我们很容易看到 尤其在万国 在震动的时候 这个全球封城 经这个经那个 教会不能开 很快就会看到 接下来如果更严重 这个逼迫 其实这个也是一种 委婉的 间接的 一种 软湿的 软湿的方法 施发压力 给教会 肯定 肯定 是有这个意味 这个疫情一开始 至少是西方的媒体 一开始 马上就开始说 教会是爆发点 欧洲的报纸上 欧洲的媒体里面 会常常把教会 推出来 好像唯一一个 你看 疫情是因为 教会的人在一起 过去在美国 开始封城的时候 封城的时候 分商店 封餐厅 你知道 教会 必须要分 要分 要那个 关 但是你知道 那个 那个 卖酒的店 能开 必须开 一定开 甚至 是卖毒品的 美国现在 公开的 有卖这个 大麻 还有一些其他的 公开的 那个一定开 必要的 所以他们有定 说 那些是必须的 必要的 那些是不必的 教会肯定是不必的 所以 一定要关 但是那个 卖酒的地方 要开 卖大麻的 要开 堕胎的地方 要开 这个是社会 必要的 其他的是不必的 你说 这里面 难道 没有一个 软湿的方法 释放压力 给基督徒吗 给教会吗 肯定有 如果没有看到 这个我们是 杀眼的人 你不用说 但是他们也叫 那个 伊斯兰教官 犹太教 整个历史上 总是这样子的 总是这个样子的 逼迫不可能说 一般情况 不会专门说 我们要去逼迫 基督教会的人 然后这样才叫逼迫 不是这个样子的 魔鬼喜欢 害的人 越多越好 多多一下 过去这个中国 逼迫 是逼迫所有的 宗教的信仰 不只是基督教 但是也是逼迫 背后的势力 也是黑暗 也是魔鬼 撒旦 但是尽管 这一切 败坏 黑暗 逼迫 没有任何人 没有任何政府 没有任何势力 能够拦住神 能够停止 他的功 所以现在比什么时候 更是我们应该起来 我们应该警醒 我们应该多祷告 我们应该多进食 我们应该多读经 多传福音 我们的时候到了 我们该兴起 我们该发光 还要等什么呢 如果我们还等的话呢 恐怕我们会错过 我们的时候 错过我们的机会 来成为别人的祝福 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 祂的荣耀 给世人看 如果没有这个应许的话 如果没有神这个宝贵的应许的话 我再也不会开口讲道 我再也不会开口跟任何人传福音 如果没有这个应许 如果没有神的这个祝福的可能性 我就不必再开口了 为什么 如果说是谈到传福音 因为我知道没有人性 因为我讲得再好听 没有人性 我知道这个 我知道人心里的刚硬 无论是美国来的 西方来的 有基督教背景的人 一样不会信 或者是中国 大陆 或者说是 这个无神论的背景 或者什么 一样 我知道 或者是像父亲这种 有很多的基督教背景 但是一样是不会真心 一个不会 一个都不会 同样的 我也知道 每个星期 坐在教会里面的基督徒 如果没有神 掌声祂的荣耀 你讲到再多 多少次 一个不会改变 一个都不会改变 一个都不会成长 这是一个事实 我目睹了 如果就是我站在这里 讲我学习的什么东西的话 如果没有一个可能性 什么可能性 圣灵 在我讲的时候 圣灵 在人的心里 超自然的 超越 我讲的东西 超越 我表达的意思 超越 这个理智 在人的心里做工 如果没有这个方面的话 就不如算了吧 关门 不用讲道 为什么 你们的知识会增加 但是你们的灵命会退步 不会成长 不会改变 不会突破的 不会前进的 所以 神的荣耀 是我们的宝贝 是我们的福分 是我们所需要的 是我们所可恶的 是我们必须 体会到的 才能够真正的信 而且 我们必须 必须持续的 我们才能够 结果子 我们才能够 成为 别人的祝福 如果我们的人生 如果我们的生活 现在 不是超自然的话呢 我们是世界上 最没有用的人 如果没有神 超自然的 祝福我们 给我们祂的能力 祂的同在 借着我们 彰显荣耀 让人看见 这个是神 我们是最没有用的人 前天我谈到 加拿大一次的 圣灵的运动 有一个加拿大的牧师 有布道会 然后神大大的运行 在那些布道会里面 有一次 不是讲道 只是有一个 另一个牧师 去拿那个麦克风 开始做 教会活动的宣布 像以前我们会 这个星期 查经会 所以他就在那里 就随便讲这些 有一个人 好像如果没有记错 是他第一次 来这个聚会 看那个人 站在那里 随便讲 宣布教会活动 好像有一把剑 穿透了 他的心 他就立刻 跑出来 嚎啕 大哭 我看见了耶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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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见了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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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白了 不是这个肉眼看见 不是肉而听见 我看见了耶稣了耶稣了耶稣 那么这些人 但是不见得是那样子的 是一个心灵的体会 是超越了我们的五光 是超越了我们这个叫什么视觉 我们嗅觉 昏觉 是超越这些方面的 是属灵的 是灵性的 是属神的那个领域 所以我告诉你们几位 有几位在我们当中还没有重生的 我告诉你 如果那天到 你重生得救 就是因为一个能力 不属于这个世界的 不属人间的 不是你的朋友跟你讲 不是你的牧师跟你说 神的灵 触摸你的心 你知道 是真的 你自己就怕 你自己敬畏 你自己跪下 你自己敬拜 我记得很多年前 我们的教会还在 盖加玛德的时候 有一个印尼人 参加聚会 他会讲一点点的中文 但是一般有一个 另一个姐妹会给他翻译 他是回教徒 伊斯兰教 但是他约你来教会 会听到 他的那个朋友会带他来 然后我总是觉得 你不必逼他来 他不想来 算了吧 但是他一直坚持带他来 带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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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记得有一次 那个印尼人 约了我 要跟我见面 然后他跟我说 我要休息 是吗 为什么 他说 以前我想过 如果 是个女的 如果 为了结婚 我需要改变我的宗教 或者是什么 比如成为基督教 或者可能会 因为她是单身 或者是什么 我不记得 但是她说 我记得 她说 但是我现在 自己自愿地 愿意休息 成为一个基督徒 是因为 我感觉到 有一个东西 拉我的心 有一个东西 吸引我 吸引我 有一个能力 有一个东西 要找我的 要我的心 要我跟 跟 跟 来跟从我 圣灵 呼叫他 说 来 跟从我 人信耶稣 不是他自己 就想好之后 我决定我成为 一个基督徒 那个不相信 那个叫 加入一个宗教 但是那个不是 精神的国 精神的国 超越那个 有个超自然的方面 神的灵 吸引你 吸引你 触摸你 触摸你 窗头你 保留你 对你说话 让你怕 让你敬畏 神的荣耀 掌描 触摸你 触摸你 不是为了人 不是为了结婚 不是为了找工作 很多中国人来这里教书 来印尼之后 他们会休息 在某一个教会 为了方便在基督教学校里面教书 不是这样的 不是那样的 耶稣说过 如果 我父 不吸引你们 没有一个人能够到我这里来 如果没有圣灵吸引我们 神的荣耀 神的荣耀 没有人 会真心 我们要等到末日 我们才知道 谁真心 谁假心 因为我想 有一些人是 表面上看上去 好像是真心 但实际上末日会看上去 其实他们也是假心 但是我所讲的是事实 只是我也不能够说 完全的百分百的判断 这个人是真心 这个人是假心 一定程度是我们不能够完全的知道 因为有一些人 他们好像会活出来 一个基督处的生活 对吧 他们来教会 他们有热心 表现一些热心 他们有些服事 他们的行为 表面上是有一些变化 唯有神的领知到人的内心 我们是不知道的 但是我知道 我所讲的是事实 人心主是个神经 人心主 真心主是最大的神经 最奇妙的神经 是神荣耀的最奇妙的掌声 会让一个身在黑暗中的人 转到光明中 过渡到光明里面 何等的荣耀 一个人真心耶稣 何等的荣耀 何等的荣耀 但是这个只是一个开始 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呢 是要持续在荣耀里面 我们要不断的 你记得摩西 摩西看见过神的荣耀 后来他说 主啊 再次 再次 把你的荣耀给我看 说明 一次不够 一次不够 有很多人 他们这一辈子 没有见过一次神的荣耀 估计 有的 你们的亲戚朋友 尤其如果是在中国 或者说是在印尼 其他的地方 这一辈子 他们可能永远没有机会 看见神的荣耀 你想到你们的 你们的奶奶 你们的这老人家 有几个听过福音 见过神的荣耀 所以多少人 没有过机会 看见神的荣耀 还有一种人 他是见过神的荣耀 经历了神的荣耀 却不相复 他看见光 却不救光 法利塞人就是这样 圣经说 约翰书说 他们知道 耶稣是出于神 但是他们不肯 公开地承认他 因为他们爱 人的表扬 不爱 神的 承担 所以有的人 出于后果 出于代价 看见了神的荣耀 经历了神的荣耀 却不回应 然后会发生什么呢 很多这种情况 听我说 很多这种情况 经历了一次 没接受 或者说 说得更直一点 拒绝了 然后呢 从此 就是黑暗了 没有第二次了 神不会给你 第二次的机会 你看第一种 根本不知道 有这么一回事 还有 有见过 体会的 经历了 明白 但是他出于怕 或者说 后果 或者说这个代价 太高 他却没有回应 错过了 没有第二次 这是真的 你看那个 圣经里面的少年观 没有再提他了 没有再提 所以 如果今天 你能够听到 圣灵的声音 你不要 印着你的心 不要再 印着你的心 因为你也不知道 是不是 你最后一次的机会 回应 神的荣耀 但愿神 融化我们的心 柔软 我们的心 破碎 我们的心 向我们 掌声 他的 伟大 他的奇妙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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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爱 他的 能力 知道吗 前面我们有一段时间 我们学习神的属性 神的无所不能 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 神的 神的 还谈了什么的 神的圣洁 应该有谈 你知道吗 你学习那些 只不过是 打一个基础 听是一回事 经历 是另一回事 那经历怎么来呢 我们听 并 相信 信心 能够把我们 带到真理里面 带到神里面 带到救恩里面 带到神迹里面 关键是 信 信是个动词 信是要求你 整个的人 信不是个被动的动词 信是一个 一个 一个 主动的 是个行动 信是把整个人 投入在里面 信不是 被动的 被动的坐在那里 说我相信 那个是事实 那个不是圣经 所有讲的信 如果你对福音 只有那种信 你不是一个信徒 你没得救 你只相信 这些事实 都是真的 你真的相信 这个是事实 你不是基督徒 真的信 要求 你整个的人 所以 信约用信 跟顺服 是 可以随便交换 这两个词 是一个意思 信 跟顺服 希伯来书 常常是这么做的 希伯来书 谈的一个主要的主题 就是这个信心 他常常用顺服 取代 代替 信 这个词 所以我相信 不是说 信 跟顺服 是完全的一个意思 但是 一个是在形容 另一个 对不对 这个 信 是一个方面 顺服 是另一个方面 是并行的 但是 必须 共存 对吧 信 必看见 神的荣耀 弟兄姐妹们 我们若是 愿意信 你注意 我刚刚形容信 什么样的一个信 不是一个 我相信有可能 那个事情发生 不是 我们愿意信 行动 的信 我们必看见 神的荣耀 在我们个人的身上 在我们教会里面 我非常盼望 我们愿意 加入 继续加入 我们已经加入了 但是 继续 往前 奔向 标杆 我们必看见 神的荣耀 神的荣耀 是我们的赏赐 是我们的目标 是我们的目的地 哦主啊 求你 向我们掌声 你的荣耀 再次 让我们 看见 你的荣耀 我们来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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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祷告